第四百八十集 花若欢手握零件 一步步地向着夜尘走去 夜大哥 温诗诗想要冲过去 却发现他面前好像有一道屏障 他根本破不开 花若欢眸自微眯 夜大哥 这小畜生竟然姓夜 突然 一道光亮闪过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觉得这个青年有些眼熟 他就是一身门的那个凡根废物 那个昆仑须的笑话 夜尘 五年前 昆仑须天才大战 还未踏入擂台 就被所有人一脚踹下的笑话 这一刻花若欢笑了起来 夜尘 没想到你这个凡根废物 竟然获得了一些心愿 挂入如此之境 真是不可思议啊 但是就算这样 也改变不了你是废物的事实 你身上的血脉 卑微之极 如果不是用秘术和暗算 你真以为伤得了我 夜尘万万想不到 对方居然认识自己 难道对方来自华夏 他艰难地抬起头 扫了一眼花若欢 你到底是谁 花若欢笑了 哼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 五年前 我可是见证了你的壮举 你不知死活地参加了昆仑须天才之战 一脚被人踹下擂台 那个狼狈样子 哼 真是可笑呢 夜尘听到这句话 愤怒燃烧 眉心的黑气有些溢出 他的身子更是笔直 宛如一只傲骨轻松 万万没想到 此人居然是 五年前的其中一人 花若欢全然没有注意到夜尘的异样 继续嘲笑道 哼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 当年 那个将你踢下擂台的男人 正是来自青鸾宗 更是我的师弟 哼哼 五年前 你卑微如蝼蚁 一个一道宗门的弟子也敢参赛 不自量力 五年后 你落入我手中 我要杀你 轻而易举 你身上卑微的废物血脉 永远改变不了 此刻的花若欢脸庞有些猙獰 她虽然是一个女子 但是她天生高傲 更喜欢折磨这种废物 在她眼里 这种执掌一切的感觉 太爽了 一句句话语 仿佛揭开夜尘 尘封的伤疤 她眼眸赤红 仿佛要入魔 她猙獰 一股邪恶的力量 仿佛要吞噬她 这是她渴望的力量 花婆婆感觉到不对劲 脸盲催促道 若欢 若欢直接动手杀了她 去山洞才是关键 是 师父 花若欢不再犹豫 手中的灵剑卷起滔天之势 向着夜尘的头颅劈去 在她眼里 杀了这种蝼蚁 算得了什么 那卑微的医生们 难道还敢找青鸾宗麻烦吗 五年前 你有祭司卿保护你 现在 祭司卿不在 我看谁能保护你 哼 死吧 眼看一剑 就要落在夜尘的 脖梗之处 一道清风卷洞 淡淡清香溢出 整个空间 远处一道身影 急速掠来 太快了 快到看不清 身影飘渺而灵动 更是自称一股独特气势 整个世界都因为 那道身影而安静下来 丁的一声 一柄绝世之剑破空而来 当触碰到花若欢的剑 无数剑影形成 花若欢的剑当场碎裂 不堪一击 同时 一股极其强势的气息 席卷而来 这气息破开了花婆婆的微压 同时将花若欢的身躯 震飞出去 无比的强势可怕 这剑 花若欢看着眼前 悬浮在夜尘身前的细剑 眸子一缩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缓缓地从天空落下 这倩影绝世独立 惊艳之机 一身白衣飘飘如鲜 双目游似一红清水 顾盼之际自有一番高冷气质 让人为之所舍 自残行贿不敢亵渎 那冷傲灵动中宛如冰山 一个眼神就能决定他人的生死 倩影握住了那悬在半空的剑 护在夜尘身前冷眸一扫 我祭司卿要护着他 你可有意见 这一句话 毋庸置疑 让人心寒 花若欢退后好几步 根本反应不过来 祭司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昆仑须的天之娇女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不成 祭司卿一生一世 都要守着这个废物 凭什么 两人差距宛如天欠 为什么要这样护着 夜尘也是呆住了 他想过和祭司卿见面的 无数个场景 可就是那场天才之战 有可能是几个月后 但是绝对不会是现在啊 看着面前高冷的少女 他发现祭司卿的修为 距离五年前离开时强了太多 甚至自己都察觉不到 这难道就是差距 祭司卿转过身 扫了一眼夜尘 当看到夜尘身上的伤 毛子显然是有着一丝怒火 那五年 他早就习惯夜尘的存在 更习惯护着这个繁根之人 不知道为何 他身上的血脉 对这个男人有着一股奇异之感 乃至他的那种预感 都能感觉到这个男人今后 会做出一些不凡之举 他自己有些时候都不信 这种习惯在夜尘离开华夏 去了昆仑须而打破 他总感觉少了什么 心里空落落的 直到此刻 再次见到夜尘 他不许任何人欺负夜尘 任何人 他转过身 看向花若欢 你不该如此 雨落身影飘然 己思青直接出现在 花若欢的面前 淡然的一巴掌 携带着万钧之力 花若欢眼眸瞪大 吐出了一口血水 牙齿更是被打落 飞了出去 花若欢根本想不到 己思青竟然敢当着 他师父的面动手 为什么 这一巴掌 让他五脏六腑都震荡 修为更是废了几层 而己思青 却像一个没事之人 做完这一切 悄然来到夜尘身边 露出了一道笑容 这五年 你过得还好吗 这道笑容 让夜尘如沐春风 甚至有那么一刻 让人失神 与刚才动手 山花若欢的冰冷 截然不同 更是鲜明对比 夜尘缓过神来 他身上的伤势 恢复了几分 不过 丹田的真气 还是不多 他看向己思青 眼眸之中 却是带着一抹淡然 曾经的他 面对己思青 或许有些自卑 而现在 他掌控轮回墓地 终有一天 会缩短两人的差距 甚至可能让己思青 仰望着他 这便是他淡然 和从容不迫的原因 突然 夜尘的眼眸之中 爆发出强大的自信 开口道 还不错 至少不会像五年前一样狼狈了 对了 伯父的病情如何 己林和林如海 应该到己家了吧 看到夜尘眼眸的自信 己思青 眸子微眯 有些疑惑和诧异 但是也没有多想 这种自信 和那五年前的少年 截然不同 这是一种 不畏惧一切的洒脱 这段时间 他从己林口中了解了 夜尘回来后的一些事情 知道夜尘 应该得到了一些机缘 不然 也不可能在那位 镇蒙天才下 救下己林 这个家伙的改变 让他很是欣慰 或许这便是他 那抹预感存在的原因吧 可惜 夜尘成长得太晚了 十几岁才开始修炼 哪怕现在 也还仅仅停留在超繁静 别人修炼几十年 他却只有五六年而已 时间上的差距是硬伤 夜尘现在的超繁静 在昆仑须只是一般而已 但是如果和那些宗门的天才相比 就差了太多 一般都算不上 更不用说花若欢 这种级别的强者了 他自然认识花若欢 也知道对方是青鸾宗的人 但是那又如何 让他不喜 他还是会动手 只因为他背后的宗门 远远强于青鸾宗 就在夜尘和己司卿 双眸对视的时候 花若欢爬了起来 嘴角的鲜血不断流淌 很是狼狈 她的脸庞肿了起来 漂亮的五官甚至有些变形 她来到花婆婆身边 泪眼婆娑 一字一句道 师父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花婆婆虽然知道 己司卿的身份特殊 但是自己弟子受辱 她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她手中的拐杖 轻轻敲击地面 然后看向己司卿开口道 己司卿 你当我的面 扇我的徒弟 是不是有些过了 还是说 你没把青鸾宗放在眼里 己司卿听到声音转过身 笑容不再 寒意散发开来 过了 不好意思 小女子没觉得过 倒是你 花婆婆 你好歹也是青鸾宗的长老 实力强大 竟然和你的徒弟 一起为难一个超凡金的小辈 你若不觉得害臊 我还为你害臊 说得难听点 你们二人丢了青鸾宗的脸 冰冷的声音响彻 花婆婆和花若婚 根本想不到己司卿居然敢如此说话 根本不给脸面 简直就是毫无忌惮的侮辱 花婆婆脸色很难看 杀意更是释放开来 己司卿 大胆 你别以为你是昆仑须天之娇女 我就不敢动你 此地没有外人 我若杀了你 谁又能知道 威胁 强者的威胁 叶晨自然是感受到花婆婆的杀意 愤怒之感充斥 她眉心的邪恶越发异动 如果刚才己司卿不出现 她或许就能入魔 到时候 这死的或许就是这花婆婆和花若婚 己司卿看似救了自己 实则是救了这两人 此刻的己司卿对于花婆婆的威胁 置若妄闻 手中的细剑更是指指花婆婆淡淡道 花婆婆 你确定能杀我 固然你实力比我强大几分 但是你别忘了 我眉心可有我师尊的一道精血 如果我将这颗精血祭出 你觉得你还能好好地站着 在我眼里 我若想杀你们 青鸾宗宗主在这里又如何 只可惜你们这两条贱命 我祭司卿看不上 更不屑动用师尊的力量杀你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